这次我们介绍一下游戏治疗 游戏是小朋友的本能 不是只是娱乐 小朋友是需要游戏 小朋友都很喜欢游戏的 游戏可以融入在学习和生活里面 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 游戏在小朋友成长里面的贡献 所以儿童的游戏是充满意义 和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小朋友需要游戏治疗呢 其实游戏治疗就好像大人的辅导 不过小朋友的表达能力有限 他们就运用游戏去和他们沟通 治疗师就在游戏当中去观察 和他们去作出治疗 游戏治疗的好处就是 帮助小朋友预防和解决心理困难 达致他们健康成长 目的都可以提升 小朋友的抗疫力 从而令到他们的压力减低 游戏治疗的对象包括 2至12岁的小朋友 他出现以下的情况 例如情绪困扰 他经常都很紧张 或者经常都忧伤 在学业、社交出现了问题 或者家里和环境 经历着一些变迁 如果你有需要 欢迎和本中心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